好了 歡迎來到妄想世界 今天特別一點 講一套電影 那... 但是呢 裡面都... 就是有很多深層的意思 就是如果你原生家庭不是那麼好的話呢 都不要自暴自棄 因為很多人比我們更加慘 那我覺得香港人就被寵壞 為什麼呢? 我真的慢慢再講 那... 這套戲是講一個女生 原生家庭呢 兩個父母呢 都是有毒癮的 那就沒有人照顧過他們 那... 兩姊妹呢 就... 沒東西吃呢 就出去撿垃圾來吃 那... 其實現在美國已經有很多人呢 是叫Frigan Frigan 即是... 即是... 是撿那些過期的東西來吃 那... 不是這個普通的case來的 其實已經是... 接近十年了 那... 有很多呢 譬如植谷那邊呢 有很多做Secure保安的那些呢 都是睡車的 那... 這個女生當時呢 也是這樣啦 就是... 她上學的時候就... 搭這個火車啦 在火車那裡睡啦 來回搭很多次 那... 就搭到天亮 晚上呢 她都是沒有地方住的 那... 後來呢 就... 她很勤力 後來呢 就追回那些課程之後呢 就上... 即是... New York Times呢 拿了一個scholarship呢 就給她讀了哈佛 那... 後來就寫了一本自傳的 那...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 這套片 或者這本書啦 那... 他們的環境真是好... 好惡劣啦 就是不是每個人呢 出生都是這麼幸運的 那... 我只可以說呢 其實... 外國很多地方呢 都是很慘的 那些環境差之餘呢 工作機會又不多 那又很難找工作 那你想一下 即是... 現在香港人呢 好像說 哇 樓價跌啊 或者那個... 內地的經濟差啊 那就覺得好像沒有希望那樣 其實你真的想一下呢 如果香港人工作三百萬人 我當你一半有買物業 都是百多萬人而已 即是... 這百多萬人 其實已經好似人家呢 在外國呢 每人都中了一次六合彩的 即是如果你是... 即是... 早期買啊 你可能十幾二十年前買 你中了... 可能一次 或者兩次 或者甚至三次六合彩的 所以呢 就不要再呢 在這些這樣的... 比較差的環境那裡抱怨啊 我看到很多人抱怨啊 好像覺得沒有希望 像香港做什麼都錯那樣 其實不是 香港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對 社會建設啊 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 那即是暫時迷失了一個方向 但是... 每個人都應該持有希望的 即是... 香港其實不應該經常想著就說 哇 我先走了很多一步 那個優勢就永遠都有 因為很多國家都在追上來 正如我們已經超越了日本啊 是吧 我們很多人的人工啊 或者樓價已經超越了其他地方 那現在回調是很正常的 那所以說 喂 香港人就不要經常好像... 哇 你好像一定要贏了啊 你一定要不停地向上 那一定會有回調的 那這些時候你不要喪失希望啊 即是我有時候會想 其實這些時間呢 去移民的人都非常之勇敢 甚至勇敢到一個點呢 你是... 你要克服天氣啦 你要克服那個... 即是... 環境轉變啦 有很多不同了的地方啦 以及當地的情況都不是特別好啦 你都知道 那就... 你都不要說貨幣貶值啦 可能你換了那個貨幣 日日日英啊 英鎊不停跌啦 其實有很多壓力的 但是那些錢呢 就是那些生活水分就一直飆升 那些油又貴啦 什麼都貴 那些貨幣又開始越加越重 他們面對的困難呢 不會比我們少啦 那所以香港人就千萬... 我真的覺得有很... 很... 很BB的想法 就是整天都要別人去救你 整天都要...永遠那個經濟都要好好好 到那個時候 即是... 即是通街都是遊客的那個情況 這個是不正常的情況來的嘛 好的日子不會經常都有的嘛 所以...但是也都不要經常想 壞的日子就永遠不去 但是這個是很看個人的努力程度的 即是說呢 你不要經常想著 我什麼都不做 躺平就可以 其實躺平一定不是那個答案來的 我可以跟大家說 因為很多東西呢 其實你過了這幾十年 很多時候就是銀子貶值 銀子永遠都會貶值 即是你不要以為呢 這段時間我很好啊 我躺平用最少的生活成本就可以生存下去 其實絕對不是的 這個社會是正向前的 很多東西呢 會... 會... 令你吐不過氣的 即是你那個... 生活成本呢 是只有增不減的 是不會減的 長遠來說呢 你那個生活成本就越來越貴 但是...但是重點就是 我們不可以像一個小孩一樣 即是去... 去被人哄慣 我們一定要好的 穿好的 吃好的 玩好的 我們在香港已經是非常非常幸運 你想一下 即是如果是... 你真是... 可能你... 什麼都不知道 只是那時候買了一層樓 然後你已經... 即是等於中了不知道多少次綠合彩了 人家一輩子都沒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在香港很多人都有這個機會 有安穩的生活 有乾淨的地方 有所有東西都很好 那其實剩下的就是我們要勤力一點 去把握這些機會 其實這些經濟下降呢 現在... 最近的呢 其實是英國和美國已經發生了這件事 已經發生著了 是很明顯 它連政府都沒有錢 因為... 其實首先就是稅收銳減的 即是那個地方沒有... 沒有生產力 沒有一個... 競爭力 你有幾可有英國的產品 沒有啦 美國... 甚至現在... 我們要杯葛它 他們立即... 那些... 股票呢都受影響 因為... 那個市場在我們身上 我們的好處就是 市場仍然在我們身上 所以你不用這麼悲觀 其實... 很多東西都是我們... 即是我們是有錢... 有錢了... 但是... 是不是這個優勢經常都有呢 不是... 所以... 一定不可以懷緬過去的 我們是應該繼續向前 即是不要... 經常都好像... 哇... 一定要是... 天天都要升的 各樣都要好的 股票樓... 什麼都要升的 我人工又要加的 你不要想這些東西啦 這些東西... 其實... 我可以這麼說 為什麼我要講... 即是開個台呢 我要講Patreon那邊呢 就是... Patreon那邊主要是講... 另一邊的 因為我有時候... 我想講呢 其實很多機會在這裡的 不過呢... 總是那些人呢... 就不去... 做那樣東西的 因為很多東西呢... 是要辛苦... 是要想很多東西... 才可以獲得的嘛 那很多人就很喜歡呢 就用最簡單的方法... 什麼都不做 這個就是九成人會做的方法 其實通常呢 只有一個一成人肯聽 聽了他會做 那所以我就是... 你是一個Mindset的問題 你基本上... 你的Mindset... 你都是... 向著一個負面的想法 你都呢... 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的話呢 你只會不停去詛咒自己 其實現在很多人呢... 就是... 不停去... 覺得... 喂... 下個地方會好些... 下到又會好些... 我最近又聽到一些... 啊... 移民了台灣的... 又想又再去英國了... 那麼... 移到英國的那些... 又想從這裡... 又搬去別處了... 總之是搬來搬去... 因為他永遠都是... 下一個更加好... 但是我很想跟大家說呢... 大家應該感恩喔... 就是若果你曾經... 在香港住... 或者你現在還在香港住... 或者你已經離開了香港... 其實... 很多... 很多東西在香港都是非常之不錯的...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世界沒有免費午餐的嘛... 就是大家誤信了就是... 我去了一個地方... 就可以拿到免費午餐了... 是沒有這件事的... 真的面對現實... 去面對自己的問題... 如果你突然間發覺有一天... 原來那個問題是因為自己太懶... 自己沒有去... 好好把握一些機會的話... 那你就開始明白到... 究竟... 什麼是影響你未來的... 影響你未來的... 並不是一個地方... 而是你自己的心態... 就是因為你經常有一個悲觀的心態... 也不感恩你有的東西... 你將會... 越來越差... 就是因為... 你不知道那個問題... 原本就在你自己身上... 好了... 我希望這段對你有用... 有一點啟發... 那我詳細一點在... 裡面講... 但是... 首先我們活在一個... 你要明白到... 我們已經在全球裡面... 是數一數二... 我們要賺錢很多... 我們這個地方也是很多機會出現的地方... 所以千萬不要放棄自己...